旅行車 車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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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歷史上最經典的車 就可能很少會有旅行車 而說Volvo來說 850可能就是最有名的一部 因為如果你看BTCC 就見到850在賽車行上 簡直是像Super Mario Kart那隻肥龍 一欺負別人就 就出去了 用一部旅行車來做賽車 但這輛車贏的就不是速度 這輛240其實是贏什麼呢 就是它有差不多20年長的售賣時間 和差不多賣了100萬部那麼多 首先我先說一下車尾型號章 Rofo曾經有段時間 用三個號碼代表車型號 240不是代表2400cc的意思 而是代表這輛車屬於200系列 200系列裡面其實是有房車有Copy 4你猜不到 4是代表四氣缸引擎 這個型號裡面其實是有六氣缸的 所以是有260的 另外這輛車有一個名字叫2455 5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代表了是5到門 因為Rofo那時沒有什麼揭配車 只有旅行車而已 所以一有5字 大家就知道是旅行車 如果242 你知道為什麼 Copy 244就是房車 不如大家看看整體型態 一見到Rofo的旅行車 七八十年代好像都說是棺材車 但其實你看回W123 即是Benz 70年代第一部旅行車 都一樣是棺材車 因為那一年代就是流行這種樣子 這輛車一樣是由房車改出來的 這輛的痕跡比較明顯 就是看一下這輛門 斜的 很明顯是為了省線而不造一個特別的門 開門都預備不同 這個手抽和外面 開機感覺很特別的 是要用力拉起某一個高度 它才自由彈起 有壓臂的也有 這個車廂空間 不是很高 但是很大 如果比起今天的E-Class 旅行車 你猜不到 是大於現在的E-Class 如果放低椅子 也是大於E-Class 現在的旅行車 大概200公升左右 把椅子拍到最低 其實已經是這樣的空間 它的深度大概有六尺 即是可以躺在一個人 事實上 日本一個女生 真的駕駛著這輛車 到處去玩和拍照 今期這本 多受歡迎的雜誌 有介紹的 順道萬一廣告 這本雜誌是可以訂購的 另外 你不想付錢的話 不要緊 我們有個YouTube Channel 可以免費訂閱 還有記得按旁邊的鈴鐺 有空的 按我的Instagram 再有空的 按Facebook 所有東西都追蹤了 那你就什麼都不會錯 全世界是屬於你 這個系列 其實差不多買了20年 那麼久 其中有幾次的Facelift 其中最大的分別 就是它有圓燈變方燈 至於要數一數這輛車 其中一些有趣的設計 我就會說 它那支天線 是電動伸出來的 另外 它的側窗 它是一塊過的 看來好像分兩塊 其實只有一塊而已 另外再看這裏 這條坑 其實是可以滲水的 可以混河 車尾 你看到它的校位 其實是外路 好像行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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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一點的尺寸 所以不可以用普通工具去拆 到最後的尾喉 就是S型 好像水喉伸出來 很有趣 這輛車這麼好賣 這麼受歡迎的原因 和賣得這麼長 其實我猜是總有原因 其中一個 相對是因為這輛車這麼安全 是Wolfo來的 數一下什麼當年很厲害的安全 第一個就是軚盤 是撞的時候會縮起來 會硬到胸口 另外就是 真的撞車的時候 無論是車頭或車尾 它都是有繪縮的機制 現在的車都一定要有 但是那時候也是很先進的 然後它的油缸 就是放在車尾軸前一點 Brick當年來說是屬於始創 因為它是有兩套系統 一個壞了不要緊 另外還有一個可以幫忙補上 駕駛四輛都是碟煞 不是猜的 另外你看到頭枕 有些梳洞還是QK 它目的不是怕被迫著頭臭 而是看倒後鏡的時候 後面兩個乘客位 是不會阻礙我的視線 但是有趣的設計就是 當我沒有安全彈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紅燈不斷斬 很明顯的 你想忽視它 無視它都不行 不僅僅這裡有 後面都閃了 所以後面的乘客 醒目 它這車的車架 用了很多鋼 所以 防撞的能力應該會有 我撞到車的車頂 嘗過一聲地關門 那些聲音真的會不同 現在的車的 尤其車頂現在的車 不是空空空的聲音 但現在的車頂完全是硬的 而這車頂是 這車出廠的時候 1989年 今年是正確30年 數字好像都頗多 因為30年 一般來說 算是classic car 分水嶺 但其實1989年的車 到現在 大家知道分別 就是沒有 之前的30年那麼大 所以駕駛的感覺 其實是很輕鬆 像是一部現代的車 不會差很遠 有風油軚 駕駛的車子 有輔助 三前速或四前速自動波 可以選擇 如果你想駕駛的波 也有 有四速或五速的波 冷氣也有 音響也有 所以很多東西 都感覺駕駛的感覺 跟現在的車分別 不算很大 這個引擎是2.3公升直四 當然沒有Turbo 後期有Turbo 但這個就沒有了 大概110匹左右 扭力大概19kgm 數字上 跟現在的日本車分別不大 你可以幻想到 駕駛的感覺 都有點像 純粹是一個日用性的駕駛 我覺得各方面都沒有問題 加速算暢順 波箱雖然這輛只有四個波 但一般情況是夠用的 再不是你怕浪費油的話 它的按鈕按下去 overdrive 即是走高速公路時 可以省油一點 讓轉數低一點 有些人買Wolfo 以前是很重的 但怎樣重 都沒有現在的車那麼重 所以駕駛的車 不會算很笨 但有種特別平穩的感覺 無論是轉普通的彎 或者是走回旋處快一點 它的車都是很平坦地過 它沒有日本車的懸掛 拋一下拋一下駕駛那麼遠 但剛才走的凹凸 都會有少許搖一下搖一下 有些雨震 不會像現在的車那麼駕駛 同一時間不會令大家很害怕 因為視角上好像很長很大 看回數字 始終是短過S-Class很多 大家覺得它為何這麼大駕 原因是被視角騙了 又是因為車扁 所以看來就長了 駕駛的感覺都對應長度 正正常常 不會很靈活 亦都不需要擔心它是一輛棺材車 駕駛是很方便的 走這麼窄的路都不覺得麻煩 這輛車的車主告訴我 這輛車駕駛是沒有樂趣 但就安全為先 我想這輛車的重點就是這樣 不是要大家很刺激地去玩 你現在停止再起步 是沒有駕駛的快速 但也不會被後方車撞掉 駕駛的感覺 駕駛是現代感強 但看來的東西 始終跟現在的車相差很遠 比較不習慣的是沒有轉速錶 那個不是轉速錶 是中氣 雖然我不用轉波 但也想知道 究竟我走多少轉 再踩深一點 還有沒有力 另外所有掣都很簡單 例如是死火燈掣 冷氣掣 只有幾顆掣 最多掣的地方就是三機 因為這輛車是日本買回來的 所以收到香港的桌子就不太多 還有Cassette 但未試過Working 因為怕食帶 240 受歡迎的原因就是 聽說是很可靠的 正常出了這麼多年 20年 又不是這麼多一部 所以我想已經補充了很多東西出來 這輛車的車柱 在日本買回來之後 其實都沒有怎樣搞過 正常上的 基本的東西就是換皮帶 另外聽說Fuel Pressure Regulator 是一塊小的東西 換過一次 另外前面的標板 行車旅程已經不懂得動 現在還在行7萬公里 但基本上要做的東西不是很多 我聽聞引擎波箱 就算是自動波箱 都不會有很多大問題 所以令到這輛車這麼受歡迎 而且這輛車的二手盤 在外國來說都是不少的 數量就賣了這麼多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要在外國找一輛回來 我想也不太難 聽說這輛車要在日本買回來 大概這個情況 70萬至100萬日圓左右 其實這個價錢已經可以買到 Supy 了 說到最後還是要Cube一輛 不算是在歷史上很出名 樣子亦不是漂亮爆鏡的車 做卡式卡呢 其實我猜是和讀歷史是一樣的 我們不一定要欣賞任何一段 最輝煌歷史才開心 任何歷史都有它的前因後果 這輛二四領其實造就了後來 很多經典的VOLVO旅行車 例如是850 又或者是跟著的V70 所以其實它也是歷史上很重要的部分